华为P30对比魅图16秒 大厂家的旗舰机 谁的体验更棒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梁 随着时代的进步 各位小伙伴越来越离不开科技了 小梁会给各位小伙伴带来非常全面的环球科技咨询 帮助大家更加畅快的体验科技生活 今天小梁给大家带来的是华为P30对比魅图16秒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相机部分那自然就是华为P30的天下了 莱卡认证的三摄像头 无论是对焦还是超广角 华为P30呈现出来的是单反一般的视觉拍照体验 而魅族16秒虽然也不错 但是相机的玩法比较的单一了 同时还没有超广角 这大大的减分 手感方面一直是魅族最拿手地 魅族16秒整机的握持感和手感要明显的优于华为P30了 机身的重量控制的起到好处了 还有曲面机身后壳的过度 完全保证了做工和细节打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